暑假期間 世界說只能夏日炎炎 正好眠 台北市內湖高中體育館內 有一群排球吃排球狂 縱使室內溫度超過了30度 幾乎每個人都汗如雨下 卻絲毫無法阻止每個人 釋放體內的排球魂 一年一度的亞瑟斯杯 排球訓練營熱鬧登場 並請來了國內精英 吃大米排隊擔任小老徐 希望透過有系統的訓練課程 幫助有心從事排球運動的素人 也能夠安心又開心地打排球 吃大女排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 來擔任小老師的部分 也可以把一些技術跟觀念 傳遞給一些年輕的學員 我認為也蠻好的 那所以希望這樣的活動 也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姐姐每一位排球小老師們 細心與學員互動 傳授比賽的基本概念與技巧 靠成告一段落 還安排學員以小老師來場 實戰演練 驗收成果 讓現場的每個人都破益良多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一 要準排球身材 還蠻好玩的 因為之前有去參加過其他的演習 可是比較基礎一點 但今天有學到就是背舉 或是舉二號 就比較高階的 覺得很有趣 而且可以跟師大的一些球員互動 本來就不喜歡師大的球員嗎 我只看過男排 而在專業訓練營之後 緊接著登場的亞瑟師杯排球錦標賽的總決賽 也將在週五熱鬧登場 各組別的排球精英戰將將展開激烈廝殺 看誰能夠春王豐厚 回來的新聞成為王德馨採訪報導 好 好